嘿嘿我是幽默風趣弟弟為了善理陽光開陽才華 講義文武雙神的帥氣大哥哥喊你跟AK新主金城武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1.09伺服器啦各位 那麼還記得之前我們曾經有改過我們家周圍的一些生態遺碼 就例如我們現在背後的黑曜石山 以及我們的這個黃金樹林 那這個黃金樹林呢 在最近我有做了一些修改 也不算修改就是多加了一些新的裝飾這樣子 那原本這個黃金樹林就只是把樹全部都改成黃金樹而已嘛 那我再後來又加上了這個地面上的一些裝飾 我們用地毯還有這個感測器 把它鋪在地上然後就有點像落葉堆的感覺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還放上了很多這個橘色的硬金箱以及這個小黃花 那這個橘色的硬金箱是從汪汪那邊來的 還記得汪汪之前他其實有在伺服器 弄了一個可以複製花的機器 那我是從那邊拿到這些浴金箱的 可是可是啊 他那邊沒有小黃花 所以這些小黃花是我到處蒐集來的 你們知道這個蒐集小黃花真的是超花時間的一件事情 因為花其實生成的也不算大量 然後你要到處飛然後到處去拿這些小黃花 超麻煩的啦 那我應該是已經有盡量的把這裡都用這些東西給填滿了 所以地面上會看起來有一點一點黃黃的 那除了地面上的裝飾以外啊 我們空中也有做了一些裝飾 那我是用這個玻璃啊 還有這個挖光鐵來做出一個水晶的感覺 然後漂浮在空中喔 我是覺得這邊已經跟原本比好上很多了啦 那我自己也是有用這個光影喔 然後在這邊拍了這樣子喔 應該還算不錯吧 那之後我們旁邊那個黑奧石山啊 我應該也會來做一些修改 那到時候再給大家看看我改的如何 那應該不會是最近啦 我目前是還沒有一個特別的想法 就是要怎麼去改它 就之後有想到再說吧 那除了這些東西以外呢 我之後還有想過一個規劃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還有一片水域 這邊水域其實還蠻大一片的 而且深度還蠻深的 所以我有在想要不要來蓋一些水家建築喔 如果要蓋這些水家建築的話 我應該就會用銅方塊來去做建造 因為銅不是會氧化嗎 那它變成綠色的時候 其實在水下還蠻好看的 我想要來試試看拿他們來做一些水下建築喔 那這邊我為了測試啊 就是這些方塊在水下會不會氧化 所以我在這邊放了一些銅方塊 那這邊的話是有放了三種 一種是放在水裡面的 然後一種是放在水平面的 一種是放在空氣中的 空氣中我們可以確定它一定會氧化嘛 但是我不確定在水裡面的會不會 所以我想要來測試一下 如果它會氧化的話 我們之後建築就不用考慮氧化的問題了 可是如果它不會的話 那我們就要先把這些銅氧化過後 才能開始蓋這些建築 那過幾集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這些銅有沒有氧化吧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啊 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喜歡看到我玩minecraft 別忘了可以幫我在影片底下點個讚喔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啊 如果各位有什麼希望我玩的模組啊 生存啊還是地圖之類的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還記得我們之前這邊不是有做個信箱建築嗎 就是大家想要送信的話都可以送來這邊 這樣就不會有一大堆箱子在我家前面 那這邊已經有一個信件了 那這個信件是肉醬送來的 各位 各位還記得我們現在已經到12月了 12月有個很重要的節日啊 就是聖誕節喔 那之前我們也有一集啊 是花了一些時間在蓋一個巨大的玻璃球 那這個玻璃球其實就是聖誕村啊 那這個聖誕村啊 就是我們這次聖誕節活動的地點啊 那那邊的話 商人應該都已經設置好了 我們今天就可以來看看喔 那這次聖誕節活動有一個 讓我非常非常期待的東西 就是這個 蘋果綠茶 還記得我們之前不是有參加一個 台幣生存基地賽的活動嗎 這個活動啊 是由很多VTuber一起去玩一張生存地圖 然後一棒一棒的接地下去 那我也是有參加這個活動 雖然我不是VTuber啦 那除了我有參加這個活動以外 欸 小編也有參加喔 那如果 各位有看過他的那一集的話 就會知道這個蘋果綠茶 那這個跟不知道的人解釋一下 在小編那一棒的時候啊 他跑去地獄 然後他原本很開心的 就走在橋上啊 然後想要喝他的蘋果綠茶 結果喝一喝手就滑掉了 然後咧 然後他就在岩漿裡游泳了 哈哈哈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蘋果綠茶 會有抗火還有霉韻的效果 哈哈哈 從那之後啊 我就一直在笑他蘋果綠茶這件事 今天 欸 這個蘋果綠茶也會是我們的影片主題啊 今天我要來去搞一大堆蘋果綠茶 然後丟到小編那邊去啊 這個就跟我那個發財一樣的概念 你們懂嗎 就是我們的黑歷斯啊 好啦 那我們就先來去聖誕村一趟吧 那我們這個聖誕村啊 其實有兩種進去的方式 其中一種的話 是直接飛過去 聖誕村其實就在這邊啊 其實就在我們家上面的這片海上 那除了這個方式以外呢 還有來到我們中心點的這個商店 這個商店啊就有個壓力板 我們只要採上去就可以到那個聖誕村喔 那聖誕村裡面的話就有一些大家合力愛的建築啊 那在這裡還會有這種粒子特效啊 就有點像雪飄下來的感覺有沒有 超酷的 那在我們聖誕村這裡有個雪人 這個雪人我們是可以直接走進去的 那走進來之後這裡就有個聖誕節商人喔 這個聖誕節商人的話是可以用雪球來去換一大堆的頭顱 基本上都是裝飾用的啦 那這應該不會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之後如果想要蓋一些東西 我們再來跟他交易一下吧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在這個地底下喔 其實在我們這個聖誕村的地底下有個大空間 那那個空間裡面也有一些建築喔 不過現在問題來了 我有點忘記那個空間的秘密入口在哪裡了 是這裡嗎 不是這裡是教堂 其實我剛才錄影前有來啊 但我又忘記他在哪裡了 完蛋 哈哈哈 真的是露癡欸笑死 欸好像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好意思走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還是這一間啊 我對這一間好像有那麼一點印象 是你嗎 喔對對對就是這邊就是這邊 這邊有個秘密入口有沒有看到 這底下還有一個村喔 然後還有一個昇華天空 這個看起來真的超酷的 那我們這邊走過來就可以看到一帶的建築 這裡面也有一些的商人喔 那像這邊的話呢 這邊會有這個小精靈 我們可以跟他去換一些道具 然後我們跟這隻精靈助手換了道具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過來跟這隻換 這邊的話可以再換到其他的東西 然後這一隻小精靈換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來跟這隻換 這隻的話就可以換到我們真正要的這個 這個薑餅人還有拐杖堂 那我們在這邊拿到這個薑餅人還有拐杖堂之後呢 我們要再來去我記得是這一間 這間的上面會有個聖誕老人喔 欸就是他就是他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酷的 那這個聖誕老人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薑餅人還有拐杖堂 去換到這個被綁架的聖誕老人 然後可以換到三種的聖誕帽 這個聖誕帽其實就是戴的方式不一樣啊 然後這個的話是會有五指 然後在最下面這個的話是雪人胖胖 這個雪人胖胖的話 其實我們剛才在上面的時候也有看到 這個是有一天晚上我太無聊就把它做出來了 那基本上這個聖誕老人就是可以換到這些東西啦 但這也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啦 還記得我們今天的重點是什麼吧 蘋果綠茶 那蘋果綠茶的交易聲明是在這個地方 欸 這邊有一個 詭異的紅色小人 欸 這一隻紅色小人啊 我們可以跟他換到各種顏色的小人 然後除了這裡外 這下面還有三種比較特別的 那一個是這個純白的武士刀喔 這個的話是一個武器還蠻酷的 然後下面這裡的話 也就是我們要的蘋果綠茶啦 然後在下面這個的話是阿露的法家 那這個商人的東西啊 我們都要用這個小人的頭顱來去做兌換 這個小人的頭顱的話 通常是要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個迷宮 那這個迷宮啊 它的終點會有一個生怪箱 我們可以在那邊打怪物 那這些怪物就會掉入一個頭顱啊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裡有一個 超巨大小人 那它旁邊其實有一個血跡啊 那我們只要跟著血跡走啊 就可以到達這個迷宮的入口 那迷宮的入口就是這裡啦 這裡打開來 我們就可以下去囉 我們在這邊一直往下走啊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迷宮 但是但是但是 小朋友才走迷宮 各位 我們是有辦法講求辦法的人啊 欸 因為我已經走過那個迷宮了 所以我知道出口在哪裡 出口就在這邊啊 這邊的話是會有一個上升水流的水柱 然後通常我們要離開那個迷宮的時候 都是從這邊上來 那一般來說 我們是沒辦法從這裡下去的對吧 因為有一個那個上升水流 可是還記得我們之前不是有用了一個這個波濤的三叉戟嗎 咦 我們可以這樣子衝下去喔 嘿 嘿 喔 有了有了有了 哈哈哈哈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走迷宮啦各位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這個怪物 這裡其實有一個生怪磚啦 然後我們開在這邊打怪 就可以獲得它的銅爐喔 沒打一隻啊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這個銅爐 那今天啊 我就是要在這邊刷一大堆這個銅爐 然後去換一大堆這個蘋果綠茶喔各位 各位來我花了一小段的時間 我們刷了一大堆的頭顱 哈哈哈哈 三組快要四組了 那因為它其實是小殭屍嘛 所以我後來想說 我就拿這個不死剋星來去刷殭屍好了 因為我們自己把玉水劍它是有燃燒效果的 那它會燃燒到我自己會有點小麻煩 會有點小尷尬 所以我就拿這個東西來刷啦 那因為要打怪 所以我也把我們之前的胸甲給它穿起來了 我好久沒有穿這件胸甲了 哈哈 那這邊的話我還有帶了一大堆借輔盒喔 因為其實那個蘋果綠茶它是藥水 那藥水的話它是沒辦法疊加的 來吧來吧 來去換這個蘋果綠茶 然後再來是我們還要去中心點的商店 去換一大堆隱形感激框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要來換一個武士刀嗎 武士刀其實也蠻酷的對不對 好啦我們來換一個武士刀好了 因為我帶的借輔盒 這樣子七個好像也只能放個 三組吧 之後如果還要這個蘋果綠茶 我們再來多換一些 我們一組先來換這個武士刀 然後蘋果綠茶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要先放出來 你們知道嗎 我一直到最近 我都還可以在我家找到新的發財 哈哈哈哈 每一天 各位接下來同樣的事情要發生在小編的身上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各位 運行展示狂 蘋果綠茶 哈哈哈哈 我等這天等了很久 照理來說我們放在副手應該是可以 這樣子 呃不行耶 可惡它是藥水我們會喝到它 這樣上得去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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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到處放吧 這邊放一個 草地上放一個 啊 我要做跟他們對我做的事情一模一樣的事 然後 我想想我想想 家裡面也來放一下吧 這邊放一個 呃 呃 放到哪裡去了 我想想喔 這邊 這邊來一個 然後 這邊來一個 這邊也來一個 呃 這裡感覺也可以來一個對不對 嗯 這樣子 嘿 哈哈哈哈 欸是說啊 它拿在手上的時候超大一個的 這邊天花板來一個 然後 在上面 這邊也來一個好了 呃 我放在哪裡 這邊 這裡來一個 然後 這裡我們也放一個 欸 這邊是可不可以塞啊 喔可以耶 這邊也可以塞耶 喔 酷喔 那照理來說這個 後面也可以對不對 哎呦 可以耶 可以耶 那這裡我們也來放一個 然後 喔 喔 這裡也可以 欸 好 對準 這裡我們也來放一個 嘿咻 換一個 哈哈 欸 終結箱 終結箱 來來來來來 它這邊還有哪裡 喔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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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地方很棒 這個地方很棒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哪裡可以放 這裡有辦法塞斬虛空嗎 欸 欸 喔可以耶 呃這樣子 啊 欸完美耶 這個好完美喔 我喜歡 等一下等一下 我外面這裡也有旗幟 呃 我要跳 哈哈 哇 我現在終於知道汪汪那一次在搞我的時候多麼的有趣了 哈哈 它一定也玩得很開心啊 好啦 各位我們背包裡面還有超過四箱的蘋果綠茶 哈哈哈哈 只有我們可能過一陣子再來看看它會不會把它拿掉吧 我們每天來加個一兩瓶一兩瓶這樣子 它應該會瘋掉吧 欸如果各位啊有知道哪裡可以藏 然後看起來非常有趣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剛才不是還有換了一把武士刀嗎 其實我也在想那把武士刀我們應該也可以來附個魔喔 就像我們之前那把鐮刀一樣啊 然後附完魔之後我們可以來命 之後我們再弄吧 如果各位還有希望我在這個伺服器裡究竟什麼事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按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ninger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